轮到陈宇欢在第一位 打他 看看两位的内线较量 给到何浩天 外线 还是没有偷中 看看刘宏伯 这次把球拿回来 来到左侧 两人的单打 看看刘宏伯转身过来 中间流动的这次被反规 反规了 我感觉是因为浩天跟宇欢没什么撞 我们俩都不知道干嘛 17比13 清北联盟领先4分 而比赛还剩下42秒 埋了 刘宏一罚命中 两罚全中 现在把杆平交给 深村粉色球衣的这大队 吴汉宇这场个人表现非常长眼 快没劲了 这一次在外线的三分的墙头 没有收到一个良好的结果 刘宏伯拿到篮板之后 带到靠近中线的位置 这次领先的一方要控制时间 但是宏伯运球失误了 吴浩天在比赛领进结束的时候 还是保持积极的拼抢 时间 大家注意 3点1秒进攻时间 3秒钟倒坏 看看洪伯直接拔 回 来了 来了 篮板 但这下 犯规 账篮板就犯规 账篮十一 抢篮板犯规 结束了 打爆了 两罚不中也没时间了 漂亮 一罚中 真稳 二十比十三 看看刘东如果罚进 比赛就有结果 没进 别进 别进 篮板 篮板 篮板球拿一楼 比赛 比赛结束 恭喜清北联盟拿下对浙大队的这场比赛 清北联盟然后又举了个胜利 也颠定了这个清北联盟的一个实质能够 队长的冠军之身 一把掌声 送给浙大队的三位队员 谢谢他们 太宇一个人干十三分也行 我们先来听听各位教练的点评 对于刚才这场水边很高的对决 蓝队其实打得不错 这个李洪博这边我觉得给我印象也比较深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打完比赛的时候 最开始李洪博站在竖井旁边的 他把他这几个队友都让到了最好的位置 自己站到最边上的这个位置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领袖 包括一个组织后卫应该去做的 球队在场上组织的时候 我应该把组织做好 要需要我得分的时候把分得了 最后其实需要荣誉站在台前的时候 我把我们自己的队友推到前面去 其实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细节在里面 有一些好多人没注意 但是我其实我一直在看他 谢谢 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就非常关注刘洪博 所以我来了之后也是 算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打球吧 所以 好 下面请郭艾伦点评 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他 你看等会儿 他 打球不像朱艾伦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不是 我觉得刘东打球 防守端挺像周琦的 我很喜欢 我看到刘东还有那个中距离投篮 发篮也挺准 我觉得比较全面 我对他的评价非常高 情商啊 大哥 像你我选的 就因为他像你 真的 就因为刘东防守的时候像你 进攻不像你 进攻没那么拉胯 拉胯 所有队 一场好的比赛一定是 两支队伍旗鼓相当 没错 我们浙大这边 三任队长在 但是我们的赛制是 如果失败的队伍 邓伦没有复活的话 就要全员淘汰 我的这个 复活的这个 名额太少了 我看邓伦可能需要 跟其他的教练来商量一下 现在在淘汰的球员当中 有没有是您 未来球队需要的人 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我觉得 我想 我想复活 郭韩宇 恭喜 恭喜郭韩宇 真的 这场比赛在前面打得很胶着 落后然后又打平 落后然后又打平 我觉得郭韩宇 其实打得很好 不愧是浙大詹姆斯 对 所以我觉得郭韩宇 之后有点可惜了 其实我毕业两年 换哥毕业三年 然后浩天今天刚毕业 我们三个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 就是代表这大大球了 所以我们一直想 在这个赛场上一直走下去 但是结果不一定如人意吗 也想带着他俩的一直 好 那现在我们的盛方刘洪波作为核心球员 四位教练是否要抢他成为自己的队长 各位也同样的注意 你们在所有海选过程当中 还有一次可以替换自己队长的权利 现在我们请四位教练和各自的领队来商量一下 是否拍灯 请各位听我的倒数给出答案 没开始了大哥 倒数 倒数 来 还不让我排呢 别排 我自己排 你变排 三 二 一 想想刘洪波作队长的请拍灯 一位爆灯 两位爆灯 三位爆灯 很安安 你有腰吗 你要不要我腰上了 好 朱总也爆灯了 四个人全都爆灯 不是不捣乱吗 但是我有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抢了队长 那个两个队员也是我们的是吧 不是 只有队长 他后悔了 他后悔了 我把你灭了 考虑他了 好了 对 对 放过来 这样我们给大家公平的机会来争取刘洪波好不好 我就希望这个能来我们的球队做我们的队长 我们一起走下去 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带领着你的队员 和我们其他比较喜欢的一些球员能够一起走到最后 对刘洪波的这个印象确实很深 这是一个篮球中益节目 在参与的同时 我带着另外一个工作的一个责任过来 就是其实我也在看人 朱总带了三份试讯合同来 朱哥 这是抢人呢 不对 这是违规抢人 这是 利用你独直辩 我跟你这么说 咱们晒田 不是晒田 来着圆主人咱们唠嗑的时候 他说的 他一个都不会挑你们的 他根本就没有这打算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你带了什么来 带了流量 带了流量 所以我会持续关注你的 真的真的我会持续关注你 我不管是对他们说 我对所有的队 如果说上我的队 我肯定会当你们是哥们一样 不会当你们是我的 我是你们的教练 所以说 就是你们跟我哥们之间 说打球开心就行 而且还有最后最重要的点 我们心意比他们多 你知道吗 上礼物吧 看我们女领队的心意吗 还有礼物啊 这怎么还有这一手啊这个 这属于犯规吗 这现场都可以送礼物 送的什么东西啊 巧克力 巧克力 职业球员不能吃巧克力 你知道吗 吃巧克力 狐气那个队伍也可以拿回家 是吧 不一样不一样 没选担巧克力拿回来 如果不来我们队就还给我 还 还 女人啊 女人这是 周琪感觉你没招了 感觉你已经没有任何的招了 怎么的 怎么的 你站起来 你考虑过乃万的感受吗 这样还能同框吗 我说要录这个节目脖子肯定会有问题 我 我是来这个节目是一个找朋友的这种感觉来的 所以 我刚才开场的时候我也表达了 我觉得你不适合乖伦 因为你跟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要找一个跟他一样的风格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是以船为主的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我们这里 刘洪博哥哥你好 你有什么梦想或者想实现的东西吗 首先对我来说大家也知道我参加过COBA的比赛 参加过CBA的比赛 但对我来说现在离开了校园 离开了专业的球场 我其实就是一个篮球爱好者 只要我还热爱 我就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属于自己的方式继续站在这个球场上 不论我打的是什么比赛 尊重 我本来想说你有什么想实现的 然后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和流量担当帮你实现 我一开始玩说唱自己摸索过来 真的是秉着一份爱好 但是我后来选择做参加一些偶像的选拔节目 这只是一种方式 但我现在依旧 我不管站在什么样的舞台上 我都在坚持做我自己喜欢的音乐 做我自己初心想要做的事情 我非常非常能够共情到你的想法 希望你能来到我们的队伍 勇博告诉我们 您选择加入哪个教练的队伍 首先对我来说 来这里是因为打不了更高的比赛 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 然后但是站在这个赛场上 我是足够热爱的 足够喜欢 然后足够认真的 我想选择一个对我有严格要求的教练 完了 严格骄傲了 有能够让我在自己现阶段 能够再往上更高水平 对篮球有更高的理解 所以我的选择是彭哥 我都分不清是他选的还是彭哥抢的 就怎么边走边往这个球场中间 开始抢人了呢 就是架到这儿了 是把他走到你面前了 拿了吧 给他吧 给他吧 哎呀 哎呀